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特殊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舅頭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棋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在的技術 就是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心肌牛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火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踏勞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心肌牛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穿出比標跟標過利 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爆上爆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被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我們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周期 全部要讓個人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單一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和我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白賣可以做到 價格誠信報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還叫贈送資料 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 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會例行卻顯示進場停損停利 三個價位一次都有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框人雙向 獲利自然又加倍 就同一說 研究評的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於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超前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從7月26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兩百零一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兩千零一十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不能在軟體幫助自己抄股票 到底幫自己創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非常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 都走得很辛苦 也腫痛的時候 此時刻 就該花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8月19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10.2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股帶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19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滿大同這一道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19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把錢 賺了錢 發股帶 再把資金 轉滿大同這一道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編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正在這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8月20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單單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只要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抱上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0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8月20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 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8月20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個段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錢人 再把資金 轉買 正得這檔票 接著賺他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的發生 8月20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的話賺了錢 發一口蛋 再把資金 轉買 正得這檔票 接著 賺他 最好賺了一段 黑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二十點五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正在這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他 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四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我們 今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檔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爆上爆下 還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八月二十四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二十四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塊身上 很簡單 還是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二十四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 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個小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陽明光這一檔票 接著賺他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二十四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兩塊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陽明光這一檔票 接著賺他 最好賺的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膠上面的邊談 短短的三到十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 二十三點三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他 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八月七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三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這一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你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單單股票 賺完最好賺那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再要賣 你捨不得賣 把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八月七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三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二十七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身上 很簡單 還是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二十七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滿台新科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 不斷的發生 二十七號 也就在這一天 那邊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都會賺的錢 發一口單 再把資金 轉滿台新科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膠上面的邊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十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正在這發生嗎 也就是我在 前面當中 剛剛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從八月十七號到今天 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七十四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創出七百四十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要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要過去不能是在軟體幫助自己超股票嗎 很多投稿在市場當中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敢買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一定要百萬資金集中操作單張股票 絕對不會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張股票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會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死報報等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的買賣點 根本像過去一樣 經濟的時機總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的就很簡單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萬資金集中操作單張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就通你所看到的 這張股票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很清楚 而且明確知道218塊 就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每次都要等到股票跌下來之後 再考慮不要賣嗎 是不是來不及又慢的半拍 這時候你會問我 我如何領先市場 照218塊就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要領先市場一起來看會是比較快的 這張股票在這一天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唯一最好賺的賣點 當天除了明確進場點停損點之外 停利點也會一併直接告訴各位看哪裡 直接必須要看當天正擺動均值的這個數字 他直接告訴各位 218.445就是218一定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在進場的當天直接告訴各位 來到218塊要賣 在連續幾天大漲之後最高來到228塊 所以我們設218塊一定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最好賺成賣口袋 這樣不過任一張股票會有大賺點小賺 甚至小賺變太有遺憾 同樣的很多投票做股票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累起來 契約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一樣 把所有資金集中操作在單量股票 單一個點位上面操作 好想想 過去你買股票是常會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甚至買一件之後要被套牢 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當然不會敢買多 等到連續大漲之後再去做追價 常常追價又是再一次的套牢 又需要先等待解套 當然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縱使買對了 也會有買不多壯不多遺憾 財富很難得一起來 但是跟著實際做交易條很簡單 肯定而且明確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這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從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絕對不會模擬兩可 有什麼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一定是有個動作 百分之百資金全部買進一檔股票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只有百分之百買進一檔股票 才可以買得多賺得多 而不是買對股票 回過頭來看 手上只持有一成兩成的資金 這就可惜了 同樣的 每一檔股票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热利檔股票 因為我們只要是賺錢的辦法 包括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還是像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還是只有個動作 百分之百資金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相同的道理 我們可以再看檔股票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各位強調 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每一檔股票都必須要幫我們賺錢 包括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個事實 操作可以這麼簡單明確 而且非常肯定 沒有那麼多附帶條件 沒有那麼多可視 但是 就只有一個訊號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還是一樣是 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這麼肯定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還是只有一個動作 百分百資金買進一檔股票 然後呢 全部都是買在這一天 同一個點位 讓好事很讚發生 那為什麼敢百分百資金買進 除了很簡單肯定之外 你會發現一個事實 我們買一點 常常會領先市場 一天到兩天 絕對不是等到今天 漲紅漲停鎖住之後 再幫別人抬交 而是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可是相同的 同一檔股票 每一檔股票 你都可以去做個比較 常常你會 就如同這檔股票來說 你常常會買在今天突破的位置 甚至快要接近漲停的時候 再去做追價 可是呢 為什麼可以買在 為什麼可以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這就是時間做價統 獨特的技術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 會賺錢手上一次一檔股票 就夠了 一個點位就夠了 我會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想跟著 新技能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標互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抠續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 老師本人手機親自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究竟我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我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這種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完完全全沒有流長壓力 我們可以拉 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究竟我們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結果 就是從您所看到的 台子08一個月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3133點 09呢 8天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1369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單賺呢 也要可以賺60點 但是 很多頭朋友過去 也跟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 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離起來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施散的工具 常用市價追單 會有嚴重滑價問題 買賣點訊號 會消失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 模組 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擺盤可以做到 價格呈現波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EO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的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還需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利 三個價位一次二個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完全不會滑價的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死 賺的賠的 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可以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當中呢 也要給這60點 同樣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價訊號 接第一筆價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 不同步反向做控的訊號 那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知道 要進場停損停利 如果先來到停利滿足點的同時 必須要等待下個機會 也就在這個地方 形成新相比 反向做多訊號 一樣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早上低根K線是一個不同步的K線 視為相比 可是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有出現新的紅色曲線 所以視為相比 所以呢 收盤收定 我們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 17240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而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17226 所以定價百分百 當然全部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可以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袋 正60點 記得要不要發一口袋 也就跟我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